封面逐漸北台 什麼時候天氣會轉好 這把時間交給氣象專家代理綱 在今天白天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天氣狀況來說 降雨的部分明顯的減少了 因為整個封面帶的水氣量 正在逐漸的往北台升當中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 第一個先來看到雨量的部分 比較明顯的地方在恆春 恆春今天的雨量在七十五毫米的降雨 但是我給大家看一個溫度 是低溫的部分 因為今天凝晨最涼的地方在臺北市 溫度只有二十三點七度 最主要微弱的東北風進來 使得北部地區的溫度明顯的下降 昨天白天連北部地區的高溫 也只有在二十五到二十六度 但是今天的最熱的地方 可就在臺東的大午 中午的溫度到達了三十三點七度 封面雲帶已經逐漸的遠離了 降雨的狀況減少了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回到一個高溫而且炎熱的天氣 北部地區是天氣晴朗 但中南部地區又在這西南 季風的影響之下 零星的短暫降雨會出現 就來看一下現在這個時候的雨量圖了 從雨量圖上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降雨的形態來說 山區的部分有不多 大概二十到三十 中部地區只有五到十毫米的左右 那山區十毫二十毫米 南部地區也有零星的降雨 只有在恆春半島是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雲層通過的時候造成一些局部性的雨勢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看到北方的高壓系統已經逐漸的東移了 零層帶進來比較涼的空氣使得北部的溫度明顯偏涼 封面雲帶的水汽呢 可以看到整個水汽的發展來說 最主要現在在南海 到了菲律賓巴士海峽的位置 而在我們臺灣東邊的封面雲帶 正在逐漸的遠離當中 在南海跟巴士海峽的水汽 將要逐漸的往北抬升 之後呢在長江流域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那今年的第五號颱風呢 目前輕度颱風暴風半徑一百公里 未來會朝北的方向移動 到禮拜五禮拜六之後 就跟北方的系統逐漸結合上 加速往東北走 那對於日本來說 這個系統也不會影響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他的整個路徑前世了 從前世圖上可以看到 未來在明天的時候是朝北 接著禮拜六開始朝北北東 加速的在禮拜天的時候 整個往邊東北的方向走 之後減弱成為一個溫帶氣穴 所以小丁寧給大家一個提醒 中午的天氣熱 胡來活動記得多喝水 下午山區容易有熱對流的雲層 發展有誤 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 想找到 中午後 沒有更加冷凍 他們心想找到 因為我們先去看 這個地方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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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